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工作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钱财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来的 那凭啥你坐着 我站着呀 你不要不平衡 那你不还年轻呢吗 我不岁数大吗 等你到我这岁数 你躺着都行 大洋啊 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份工作 打打电话就月薪过万 你别说了 咱俩有缘再见 三哥 你回来 回来 你知道啥工作呀 就见钱眼开一点 这是民警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 民警抓获了10名犯罪嫌疑人 所以地址还是选择比较偏 因为里面人间还是比较少的 他们那个就是实施这种犯罪行动 更加有隐蔽性 从这家公司的营业制造看 成立时间不长 注册资金30万元 经营范围是网络 技术开发 游戏软件 开发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软件的销售等 这家公司的内部陈设 与一般的网络公司没啥两样的 员工也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他们年纪都非常的小 基本上都是在94 95 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91年的 在那种招聘网站上 因为他们老板在这种官方的网站 上面都说要招聘业务员 民警审讯得知 这些人的学历普遍不高 但是在这里工作 月公司一般可以过万 小学初中的文化 他们底薪三千到三千五 然后每成功一个人 就会得一块钱的提成 然后每成功15个人 就要得两块钱 一个人就变成两块钱提成 我问一下他们 他们大概做得好的 一个月可能有一万块钱左右 这家公司的主管刘某 在明知自己从事的是 违法犯罪活动的前提下 还依然将自己的女朋友王某 拉入到这个犯罪团伙当中 那么这家表面看起来 正规的公司 究竟在从事什么样的勾当呢 受害人小陈 在无意当中通过上网 认识了一名 自称是网络贷款公司的人 这人声称 无论小陈的征信如何 都可以帮他快速申请到 五万额多的贷款 在对方的指引下 小陈下载了一个软件 并且填写了自己的姓名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 结果款没贷下来 对方还让小陈继续交钱 在小陈交了五千八百块钱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年纪轻轻的工作人员 月薪过万的收入 这怎么听怎么吸引人 那么这究竟是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又和小陈被骗了 五千八百块钱 有什么关系呢 命运首先对实施诈骗的 手机号码进行了研判 发现这个号码 是实名登记的 他自己是本人是说 并不清楚这件事情 他只是说 犯罪学人想找他买卡 我都只是觉得 这是一笔人赚钱 所以他就把这张卡 本人身份开具的电话卡 如果你将他卖给别人 别人用于犯罪的话 这有个人构成 帮助网络信息犯罪 可能会追究形式 通过技术分析 警方掌握了这个手机号码的 实际使用人 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当天下午 十多位民警 悄悄来到了犯罪嫌疑人 所在的民房外 在小区物业的帮助下 直接冲到了屋里 那是什么东西 手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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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当初冲进去的时候 他们还正在打电话 在进行这种诈骗 还有手电脑上面 还有很多他们的聊天的 聊天的电话号码的 那个EPS表格 他们今天要 每天要打的那个电话号码 那个被害人 相当于对线的实施诈骗 我们看他们那个 电脑上的文件 上面还是他们那种 诈骗的话术 这些年轻人 为何会下入 这个犯罪团伙呢 据了解 这家公司的主管刘某 曾在一家 类似的诈骗公司工作过 他看到这样来钱贯 于是离开了公司之后 就和女朋友王某 一起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刘某在招聘网站上 发布招聘启示 宣称要招聘划务员 工作轻松 待遇丰厚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夫妻店 其实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挂羊头卖狗肉 从中获取非法的收益 不少年轻人 贪图工作轻松 待遇丰厚 就前来面试 结果正好掉进了 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动卖狗肉